暑假宅在家,图书馆又没有开 为了让民众在家也能读好书 花莲市立图书馆除了电子书免费借外 在加码推出,仿意阅读箱 精选各式主题与类型的书籍 免费载配到民众家中 7月12点开放民众网络登记 数量只有50份,想借阅的民众动作要快 一箱一箱的书籍不同类别不同主题 都是由花莲市立图书馆精选的好书 有漫画,有美食,有儿童绘本 有养生保健,有生活资讯,有文学,有经济产业 甚至于是命令风水 每一箱有7到10本书 这些都将免费载配送到借书民众的家中 也要谢谢我们的馆长跟我们同仁 集思广益想出了一个防疫阅读箱 那总共推出了50箱的一个 我们现阶段先推出50箱的一个好书的部分 那里面有包含小孩子喜欢大小朋友喜欢看的漫画 还有一些我们有用的工具书 还有一些非常多有趣的一些书籍 儿童书籍等等 那我们希望说不论是你在哪里 都可以来借阅这样的一个阅读防疫箱 那让每一个孩子们或是大小朋友们 都可以阅读到实体的书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在7月2号在我们相关的网站上面 只要你能够登陆进去 学你想要选的 那我们现额只有50箱 那我们花莲县全县都免费宅配到府 那我们希望说每个喜欢阅读的朋友们 都一定要把握机会 那如果示范效果不错的话 我们未来也会持续的来扩大相关阅读箱的部分 每一箱书里头还附上了市长魏家贤亲手写的书签 和民众来分享阅读的喜悦 也拉近和乡亲的距离 而这50箱的书籍在7月2号中午12点 开放网络登记 数量有限 想借书的民众动作要快 市长表示 如果这次借不到也没关系 花莲市立图书馆还提供了8万多本的电子书 让民众免费阅读 相关的借阅办法 可以向花莲市立图书馆的网站来查询 同时市长也呼吁借书的民众 要爱惜书籍如其还书 让这些好书可以让其他更多的人阅读得到 借鲁慧幻市报道